中国古代文人常用梅花 兰花 竹子 菊花 荷花 菊树 松白等花草树木 来向世人表明自己不随波逐流 洁生自好的高雅品德 但是北宋时期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 却在一首七言绝句中用葵花来表明自己的赤诚和对初心的坚持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他的这首《课中初夏》 课中初夏 宋司马光 四月清河 雨乍晴 南山当户 转分明 更无柳絮 阴风起 唯有葵花 向日清 司马光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 史学家 文学家 他在学术方面最突出的贡献 就是主持编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 编年体通诗 资质通鉴 除了史学之外 司马光也曾深入钻研过文学 哲学 医学等领域 并且留下了不少著述 虽然他在诗文写作方面的成就远不如学术研究 但也有不少经典诗作流传于世 《七言绝句课中初夏》便是他最为后人所熟知的代表作 这是一首《夏日极景》之作 诗人抓住初夏特有的天气特征和景物 形象鲜明地描绘出一幅清新明快的《夏日小景》 课中初夏的创作背景 与当时著名的王安石变法有关 宋神宗西宁三年 也就是公元1070年 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实行变法 司马光极力反对 这两位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 政治家和思想家 只是在政治变革面前 两人针锋相对 剑拔弩张 由于宋神宗坚持变法 司马光被迫离开都城汴京 退居洛阳15年 直到宋哲宗即位才回京任职 这首诗就是诗人在洛阳时所写 这首诗的前两句描写了初夏秀丽的景色 初夏四月 天气清明和暖 刚下过一场雨 天空便放晴了 雨后的山色更加清脆宜人 正对门的南山变得更加明镜了 这首诗的后两句 更无柳絮 阴风起 唯有葵花 向日清 是千古名句 诗人运用对比的手法一语双关 既写出了初夏柳絮散尽 葵花盛开的绚丽景色 更反映了诗人的一片赤诚之心 在这里 向阳绽放的葵花 不仅是初夏的一种象征 其实更是寄托着诗人的志向 司马光说 不论再多风风雨雨 他也不会像柳絮般没有固定操守 他会坚守自己最初的政治理想 永远向阳 这首诗是一首夏日极景之作 远景近景相结合 虚景时景相衬托 利益鲜明 同时也是一首极景舒怀之作 诗人巧戒葵花 委婉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一片忠贞之心 诗人在流连美景的同时 感悟向上的力量 诗人巧戒当前的景色 一须一时中 委婉含蓄地表明心愿 不着痕迹 浑然天成 更是耐人寻伪 好 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 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 我是时代 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聊聊您喜欢的诗词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